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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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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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边边就给你一个知识 就是说 两个位置数 一个方程 你当然 没办法完全把它解出来 你却可以把它的 辉真栏目 位置数的数目减少的 而且所靠的手法就是用猜测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作用就是 立平衡方程跟这个方程是类似的 你看看 立平衡方程如果不考虑测体力 Parsal x对Sigma xx来围 然后xy对Parsal y来围 这个不是很像这个吗 这个很像这个 但是这边那个减因力 又跟Sigma yy的话也有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跟这个都很像这个 但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也没有多复杂 所以经过以前的前辈 来猜测 如果把它猜出来了 没什么困难 所以这边也是用猜的 把这个移到左边 这边是负的 所以这个移到这边 然后再来把这个移到这边 这边就猜Parsal 5 Parsal y两次 这边猜Parsal 5 Parsal xy 这样就会两边等 因为这边是y为两次 这边对x为一次 这边是对y为两次 对x为一次 好 OK了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减因力 所以这边就可以摆进来这边 因为它是一样的 减因力 这边是双等的 这边对xy为两次 对y为一次 对不对 所以这边对y为一次 所以这边就对x为两次 对不对 所以好了 无论如何 这边猜了 很容易了 所以最后我们都猜出 接住了 sigma xx sigma yy sigma xy 就好像是这边 这边一样了 对应的 所以这边 sigma xx 等于 phi对y为两次 phi对x为两次 这边是phi对xy 各为一次 是负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 这样的猜测的话 有点有点学问的 所以我们为了祭奠这个前辈啊 他的他的贡献啊 我们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他的名字叫Ari Ari 或是Iri I don't know how to plan 我不在确切怎么讲 叫Iri 或是Ari Ari function 好了 然后呢 他就应语函数 为什么叫应力函数呢 因为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函数以后啊 呃 应力的 有了这个函数以后呢 应力的分量都可以算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你看看 我们本来是两条方程的位 有两条方程 立平衡方程 对不对 最后这两条方程都可以取消掉 代之而起的就是这个这个关系 你看看 一个位置数 两个位置数 三个位置数 对不对 两个正应力 一个减应力嘛 然后两三个位置数两条方程 最后不是只剩下一个位置数嘛 对不对 三个位置数本来 呃 可以啊 要三个方程来解 那些只要两个方程 这只只剩下一个位置数嘛 所以三个三个位置数两个方程 呃 最后呢 呃 去去这样的解了解的话 就会得到一个位置数了 哦 所以就是这个phi 这个phi 就 every stress function 有了phi了 就可以算出 呃 正应力 正应力 减应力 好 呃 这边呢 告诉你啊 如果是有body force 有测体力的话 这边的猜测了 就稍微复杂一点了 啊 稍微复杂一点了 啊 然后呢 最后还是猜得出来的 啊 就把 三页的那些猜测了 再加这个像 啊 加这个像 就ok了 没有问题了 还是 还是成立了 好 再来呢 我们呢 利用了这个 呃 呃 表达法呢 来推推方程 啊 我们呢 嗯 考虑 呃 2D的那个 复刻定律啊 在 平面 平面 平面应变的时候 啊 平面应变的时候 不是这样吗 sigma xx等于这个 对不对 sigma yy的这个 sigma xy的这个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 做那个 inverse啊 inverse就是 讲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讲这个样子 sigma xx等于这个 对不对 继续做啊 就把力矩阵给 给求出来啊 没问题了 好了 然后呢 呃 从 从这个关系啊 这个应利面关系啊 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去啊 把这个用这个带 sigma yy 用这个带 然后 εxy也用这个带 就sigma xy 用这个带 对不对 就是啊 这边用这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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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搭进去啊 怎样呢 这样子的话 呃 应变啊 也表成那个 应力函数的 那个 的表达了 也是用应力函数来表达 本来应变了 只是用应力来表达 那应力是用应变 应力函数来表达嘛 所以应变就可以 用应力函数来表达 用phi来表达 就是这样啊 现在做的步骤就是这样 应变用应力来表达嘛 然后这个应力要用 那个应力函数来表 对不对 就表成这样 表成这样 没问题啊 自己check一下 然后这边呢 简化起见 这个小A 是这个 就是 就是这边 这边 小A是这样 好 再来了 这三个 这三个分量 这三个分量 会满足 满足这个 协和方程嘛 所以 对Y来为两次 Epsilon YY对X来为两次 等于这个解应变 对XY各为一次吧 才才也二 好了 有这个方程呢 那我们把 那我们把 XX 这个 用这个来取代 对不对 就 XX就是这个吧 就是等于这个 就带着这边来 所以 这个 带到这边来 对Y来为 对不对 好了 这样呢 这边 这边 YY就是这样 就用这个来带 就这边 对不对 对X来为 所以 这边 跟这边的话 就得到这边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 得到这个以后 就猛为了 这边 这边为 这边没什么 就为 这边 FiYY的话 要注意 FiYY就是 对Y Fi 对Y为两次 所以 这边 为两次 FiYY 已经为两次了 这边再为两次 就为四次了 好 然后 这个上跟这个上 就叫这个上 然后 这个上 为这个的话 就得到这个 对不对 XX YY 好 再来呢 这个FiXX XX 就一为 就为X四次 这个呢 跟这个 就YYXX了 对不对 好 就可以整理了 因为这个上 跟这个上 这个跟这个 是可以整理了 就得到这个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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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我们看看 这个上 这个上 等于这个 我们看看 这个 这个上 就是用这个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把这个 这个造型 对不对 好了 就等于这个 对不对 这边 负号 是因为这边 有个负号 这边有个负号 然后呢 这边是 5XY 意思是说 5XY 各为一次 然后呢 所以这边呢 再为 X再为一次 就变两次了 Y为一次 再为两次 就变这样了 好了 你们来看看 左右都有个小A 给它cancel掉 对不对 cancel掉 再整理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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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跟这个项 再整理一下 会得到什么 我们A小A 弄了以后 就对到这个 然后再来呢 把这个项 移到右手边去 所以呢 这个 就变这个 这个 这个 就变这个 这个 整理在一起 对不对 把它 移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个项 就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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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们看看 这个是 4μ 这边呢 变2λ 对不对 变2λ 等于2乘以2μ加λ 对不对 这边有2μ加λ 这边本来就有2μ加λ 然后这边移过来 整理以后 要有2μ加λ 所以 cancel掉 cancel掉 这个很清爽啊 就 本来一堆的 那个 材料常数啊 到最后呢 你 你经过 整理以后了 全都 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 简单的方程 你看看哦 这个方程呢 就可以解出这个φ 所以呢 你看看 这个很好用的 这个方 你去解这个方程啊 然后呢 你就得到φ 对不对 这个叫biharmonic equation 得到φ 你会不会得到应力 得得到 为什么 就这边啊 φ如果有了 应力就有了 应力有了 应变有没有 当然有啊 那就 就从那个 应力面关系就有了 那有应变可不可以算出外移了 可以算出来的 因为 你说老师 有应变不一定能算出外移 不是你来 你之前跟我们讲吗 没有错啊 有应变不一定能算出外移哦 但是我们已经考虑了 协和条件了嘛 所以 我们这个应变 算得出来 当然就能算出外移啊 所以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列入考虑 协和条件 在哪里考虑到 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方程 呃 本身就是从协和条件导出来的啊 所以你去解这个 biharmonic equation啊 解这个方程的话 所以解出来的φ 所算出来的应变 会满足协和条件啊 所以呢 也会算出UV的啊 就是这样 好 再来呢 这个方程呢 叫做双协和方程啊 底下会解释的啊 好 这边呢 这个像就是这个像 这个像 这个像就是这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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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底下第二点呢 你能够导 你能够导 同样一个biharmonic 亏损可以得到 对那个平面应力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推导是用平面应变的应变关系来导 我们考虑了我们考虑了平面应变的应变的应变关系 导出了方程 但是我告诉你平面应变也是ok的 哪里 这边 平面应变 平面应变的应变关系是讲这个样子的嘛 所以如果你考虑平面应变的话 这边多一个lambda star而已嘛 然后最后也都会消掉了 所以是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具体就用平面应变来做嘛 但是你自己玩玩看 用平面应变也是可以的 也会得到什么 也会得到同样的方程 好还有 There is low material constant in biharmonic equation 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看 这个方程里面 没有任何的材料常数 例如说没有 没有那个 阳式魔术 也没有剪切魔术 也没有包生比 那也很正常不是吗 这边也有点点不正常 为什么呢 材料的性质 对一个力学问题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啊 对不对 不同的材料 它的力学行为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你的方程里面 完全没有材料常数啊 所以你没办法考虑了这个 这个因素啦 不同材料啦 你会得到同样的解啊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有点奇怪了 对不对 你看看 假设是一条铁的梁 很硬 很硬的梁 你还是解这个方程 假设是一条豆腐做的梁 很软啊 豆腐加工程 很软 你还是解这个方程哦 对不对 所以你解出来的硬力 是不是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铁的梁跟豆腐加里面的梁 它解出来的硬力都一样 诶 这个不是有点点奇怪吗 这个要仔细来考虑 看看啊 没有material constant 如果今天是铁的梁 它的loading是这样 棉花的梁 它的loading是一样 这个steve 这个soft 一个硬一个软 那same equation 那same loading 同样的方程 同样的外力 同样的数损 同样的硬力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load the same absolut ij and uv 为什么呢 你硬力相同 但是 反回去算硬变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材料率就会进来了嘛 对不对 虽然你硬力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你同样的一个硬力 你这些材料常数 铁的梁跟棉花梁就不一样啊 所以的硬变和算出还是不一样的啦 所以呢 意思是说啊 这个材料的影响呢 并不出现在这个biharmony equation里面 但是呢 你算出这个硬力以后呢 你在考虑 你要反算硬变的时候 自然就会考虑到材料常数在里面 材料的因素在里面 然后应变跟材料有关的 位移当然跟材料有关的 好 第四点啊 这边已经解释过了 第四点啊 这个方程呢 是suitable 是适合 traction boundary condition的 的问题的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啊 因为它是硬力函数嘛 所以它的边界条件 最好是用硬力来写哦 你用位移来写的话 解起来的 爱手爱脚的哦 所以意思是说 all the boundary condition 所有的边界条件 是用外力来给的 这样子来算 这样的题目啊 来用这个方程啊 就就方便了 例如说 假设有一个铁环 它外力受到一个压力 所以就给了硬力 对不对 里面呢是没有给力的 所以硬力就是零 所以外面 给了这个正硬力 没有减硬力 里面呢 给了真硬力 减硬力也是等于零 所以啊 里外所给的边界 所给的硬力啊 零也好 不是零也好 反正都是用减硬力 都是用那个 那个 表面力 或者说 或者说硬力分量 或者说硬力分量 来做描述的 所以没有讲位移啊 这种的题目的话 用这个方程啊 特别容易 比较容易了 底下呢介绍一个 Dispacement BVP 不是 确损 BVP 不是确损 是 位移边界条件 例如说啊 有一个盐盘 有一个盐盘 挖开了 挖开一个盐盘 里面填一些土进去 然后你去压它 压它 然后呢 变成多少呢 你看看 这边因为是盐盘嘛 所以位移是零 这边位移是零 这边位移是零 然后你压下去呢 给它一个 垂直的位移 压了负二英寸 压两英寸 例如说这样 好 所以呢 这个边界上 这个是零 U等于零 这个边界上 给的位移是 给的条件 都是用位移来描述 这边这边这边 全都用位移来描述 它的边界条件 然后如果这样的题目的话 就叫 Dispacement Boundary problem 位移边界条件 位移边界问题 就不适合用这个方程来解 你懂吗 就比较麻烦了 麻烦很多 因为边界条件 它不是用应力来写的 就很麻烦 解方程写到最 解到最后 你还是要用到边界条件 你解到最后 你采用边界条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 非常的 数学上不好处理 好 再来 有一种叫mixed type 就是缓和型的 缓和型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某些边界是给traction 但有些边界是给外移的 意思是说 第一种是所有边界都给traction 第二种是所有边界都给外移 现在这种mixed type 就是有一些边界给traction 给力 有一些边界给外移 例如说这个量 这个量 两端给fix住了 所以两端都给外移条件 在这上面 你就给它一个加力 所以这边用 这个边界用英力来描述 这个边界用英力来描述 这边边界用外移来描述 对不对 所以这种的题目 要有表面力 要有外移 在边界上 所以这种叫mixed type 就是缓和型的题目 然后这种题目 用这个biharmony亏损 也不好解答 就是 反正 它有外移 那时候去 考虑这个traction function 不好做 然后呢 所以底下要问 例如说这个dispacement bvp 不好 不方便用这个来做 这个方程 只是对traction bvp 方便 对这种的问题 还有对mixed type 都不方便 mixed type 或dispacement bvp的时候 用什么方程 就用这个方程 所以如果你的 边界条件是用外移来给 或者说是有部分是用外移来给 你就不要用biharmony亏损了 你就要用这个方程 底下这个方程 好 怎么倒呢 就是 例如说你有一个 逆平衡关系 对吧 好了 这个应力啊 用应变来取代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符合定律而已 所以这个 这个关系就是sigmaxx 这个就是 f数xy 所以这边 全都 应力了 表成外移了 表成那个应变了 再来 每一个应变的项 都可以表成外移 这个就是pastle u pastle x 这个pastle u pastle x 这个pastle v pastle y 这个呢 就是二分之1 pastle u pastle y pastle v pastle x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 这样的一个 用应力来写的方程 经过这样一个代换 就全都用位移来写了 对不对 就变成说 你要围进去了 只剩下u跟v 然后两条方程 写两个位置数 另外一条方程也是 同样来处理 把简应力换成简应变 正应力换成这边正应变 然后再换位移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我们呢 利用这个 立平衡方程 这两条 再带进去 虎克定律 和硬力面关系 再带进去 这个几何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得到 位移所要满足的 控制方程了 这两条方程 就适合用在mixed type 也适合用在外移边界问题 就是这样子 第八点是讲这个事情 这个方程 其实可以表达成这个样子 这个方程 好像不好积分 要有三个项 这边只剩下一个项 就很好积分 我们来看看 但我们要引进一些负数 引进这个负数 z等于x加iy z8等于x-iy 好了 i平方的负1 i4等于1 然后从这边跟这边 可以解除这个x 就是这个加这个 就得到2x 就得到这个了 然后这个减这个 就得到2iy 就得到这个了 xy就可以反过来做 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考虑 pustle f pustle x 如果有个函数 它是xy的函数 对不对 你这样对 但是xy的话 x跟y可以换成z xy是z跟z bar的关系 所以xy就可以换成z跟z bar 对不对 好了 但是它的方程 这个函数 样子就改了 不过 反正你的位置数是xy 独立变数是xy的 可以换成z跟z bar 要根据这个 这套关系就可以做了 好 然后你这边对x来围的话 我们可以换 换成对z跟z bar来围 怎么换 要这边对z来围 对x对 这边是要对z 这边是对x来围 对不对 但是里面是z 所以我们用圈路 连锁法则 就写成这个样子 pustle f pustle z 再乘上这个 再加这个 所以呢 这边 pustle z pustle x 就是等于1 因为pustle z pustle x 等于1 对不对 然后这边pustle z bar pustle x 都根据这个 也是1了 所以就得到这个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函数对x来围 会变成这个 意思就是说 抽上来讲 这个函数先不写出来 意思是说 你对x来围的话 就变成说是对z来围 加上对z bar来围 同理 对y来围 也可以这样处理 然后根据圈路 根据圈路 做到这一步 然后pustle z pustle y 是什么 这边 pustle z pustle y 就等于i 对不对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pustle z bar pustle y 等于什么 等于负i 为什么 pustle z bar pustle y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把i给提出来 然后呢 我们呢 这边f 跟f 可以互相cancel掉 互相cancel掉 所以pustle pustle y 的话 就等于i 乘上pustle z pustle z pustle z 减掉pustle z bar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 维分 pustle x 跟pustle y 可以换成 z跟z bar的维分 对不对 好了 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们这个方程 当然可以换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为了简化起见 这个写到这边来 就是pustle x 就写成这样 叫简化符号 写成这样 然后这个写这样 这个写这样 然后如果是二次维分 就写这样 就是这样 好 再来呢 我们呢 来看看 这个是维一次 维两次了 就 对 x 维两次 就是两个 x 的维分算值 一个两个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对 x 的维分算值 对不对 对 x 的维分算值 就是这个 一个 对 x 维一次 第二次 对不对 好了 然后就 这个 这个 作用在这边 变这个 这个作用在这边 变这个 再来啦 再维进去 这个维这个 得到这个 这个 这个 为这个 这个 这个 为这个 得到这个 这个为这个 得到这个 好 就围完了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把维分算值写出来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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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的符号 好 既然如此 我们的 5 x x 这个项 这个项 就变成说 为 x 四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就为这个四次 然后根据我们的高中数学 就是 一二一嘛 一三三一 一四六四一嘛 一四六四一 对不对 这个以前高中数学有学过 杨徽三角形嘛 好了 这根对 y 的话也一样啦 就同类似的做法啦 这边 y 的话 这边 i 有四次 pastle z pastle z bar 是用减的 为什么呢 这边嘛 对不对 这边嘛 pastle y 的话 里面有 i 那里 为四次 就有四个 i 所以 i 的四次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这个 是是 然后再来要扬回三角形 一四六四一 负负 就是这样 至于那个 这边为 x 两次 为 y 两次 也一样对待了 这边对 x 为两次 对 y 为两次 得到 i 平方 这边对 y 为两次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它作用在里面 这边就是 a 加 b 乘上 a 减 b 就变 a 是什么了 就等于 a 平方减 b 平方 a 平方减 b 平方 对不对 平方 所以啦 这样子带进去 就会得到这个了 得到这个 1 2 1 再乘以 2 就 2 4 2 所以啦 无论如何 这边的维分算子 这个是 a 加 b a 减 b 平方平方 所以叫 a 平方减 b 平方 a 平方就是对 z 来为两次的意思 b 平方就是对 z 来为两次 得到这个 大家展开得到这个 没问题 所以 然后呢 我们啦 就把这三个项 一二三 三个项 加起来等于零 这个就是 摆荷蒙尼亏损的位 一个一个去带 一个一个去带 就是那个 我看看 嗯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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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这个 就等于两个这个 对不对 这个加这个 等于两个这个 这个加这个 就 cancel 掉 就没有了 这个加这个 十二 对不对 这个加这个 就十二 这个加这个 cancel 掉了 这个加这个 两个 就是这个 这两个 就OK了 再来第三项 就是把这个写到这边来 这个 写到这边来 好了 再来啦 我们来看 这个跟这个 会cancel 掉 这个跟这个 会cancel 掉 一个正二 一个负二嘛 所以最后呢 会得到 十二跟四 对不对 加起来十六 十六个这个 等于零 所以呢 就是 这个十六可以cancel掉 就这个等于零 所以就得到这个了 所以啊 千方百计的运算 就可以把这个 by harmony equation 写成一条方程 而且这条方程 还蛮 不是写成一条方程 写成一个像的方程 而且这个像还蛮简单的 我们来说明一个事情 这个方程啊 就刚才那个 那个写法 就是这个 phi对z为两次 对z bar为两次 就是这个方程嘛 它的结啊 通结都找得出来哦 哦 就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威力在这边哦 通结都可以记得出来哦 phi直接就给你哦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不是说要去求phi吗 要去把phi找出来吗 phi长什么样子 长这个样子 虽然里面有z跟z bar z跟z bar就是xy的表达式了 哦 所以呢 这个解了 就解出来了 如果你有的是这个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phi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尾分的关系 但是你却不知道phi是什么 对不对 你猜不出来的啊 很难猜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复数来表达的话 诶 表成这个方程的时候 phi就可以解出来了 你懂了吗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手上有这个方程嘛 然后先对z来记一次 对不对 这个把它刮出来 对z对不对 对z来为记一次 就写的 这个就写的这边来 这个积分的话 这不等于零嘛 所以就 有个积分常数 这个是对z来为 所以它积分常数是z bar的函数 对不对 再来把这个写成这样 就把z给刮出来 这个就等于这个 然后再来呢 对z来积分 这边对z来积分 这边也对z来积分 就是这个 就这个了 对不对 这边积分就没了 这个对z来积分 这边这样 然后积分常数是z bar的函数 对不对 好了 再来呢 这边积分了 这边是z bar 这边是z 所以是无关的 就直接就记出z来了 这边就当成常数 这边积分的话 就变成z而已 对不对 好了 就写成这样 写这样 然后再来 再来就把对z bar来做积分 这边积z bar 这边也积z bar 就得到这个 然后这边积z bar的话 就变成这样 这个变成这样 再有个积分常数 是z的函数了 好了 看看 这边呢 没办法再表达什么了 就把这个再对z bar再积一次 z bar再积一次就得到这个了 这边呢 就再积第二次 对不对 这边积第二次 这边对z bar来积的话 就变这样 而且加一个积分常数 而且是z的函数 然后这边对 z跟z bar是无关的 所以z bar就积出来了 对 z bar乘上fz 对不对 好了 然后我们呢 这边定义一个新函数 这个小gz bar的话 这个是未定的 未定函数啊 所以他g两次以后 还是gz bar的函数 所以这个小g g两次的话 就叫大g好了 好不好 这个小h g两次 叫做大h 就可以写这样 这样 这边我写k才对 这个笔物 这个是笔物 这边是k kz 把这个超过来 这边写错了 不是这个 把这个超过来 这边 好 这个 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这个了 所以就把phi给找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解 就是general solution of the bi-harmonic equation 然后里面呢 z就等于x加iy z bar的x-iy 就是这样 然后 你可以看 Timoshenko and Guttier的书 里面有啊 或者Kolikov的书 里面也有啊 好